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两位特别来宾 首先介绍资深媒体人陈凤鑫 凤鑫你好 凤鑫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黄创夏 创夏你好 凤鑫好 大家好 我们要先请创夏来跟我们说一下 到底台湾这些副领导人 他们当上了这个位置之后 他们到底要做哪些事情 其实台湾这种副手的设计 在全世界也很少 就不见得一定都有副手 他基本上在设计上就是所谓备位 那备位是什么意思呢 大概都有一个笑话 从美国也都一样 就是早上一起床 第一通电话打给示威长 问老大好吗 是 老大身体康健 然后这个副手下一个动作就是 躺下来继续睡觉 是 就没他的事了 对 他是被位一个状况 然后我可以举几个 就是说一个是 有一次是碰到肖万长 那肖万长就讲了一个 就讲了一个自我解嘲 就说我的工作呢 其实就只差一点 是 因为没有办法睡到自然醒 不然天天的就是读书研究 看到有些问题 就找相关的人来问一问 然后呢 还蛮自在的 是 然后就这样子 然后吕秀莲呢 虽然他 我们也知道说 他在巴连跟陈水扁之间 虽然他说他是柔性辅佐 柔性怎么样 但是吕秀莲呢 曾经在2004年5月1号 我专访他的时候 讲了一句名言 副手只是个泡沫 是 他说副手是个泡沫 泡沫 所以说我们要来看一下 到底台湾的副手 真的像吕秀莲说的 副手是泡沫吗 我们做了一些整理 一起来看看 1988年1月13日 蒋经国因心脏疾病去世 当时的副领导人李登辉 继任为台湾当局领导人 台湾历史进入李登辉时代 当李登辉继任领导人任期结束 计划角逐下届领导人大位时 副手是当时在学界政界 都有相当地位的台湾政治大学教授 李原簇 因为李原簇没有党派 非台湾省级 无意竞争领导人 年纪还在70岁上下 非常符合李登辉开出的副手条件 而台湾民众对于这位副领导人 最大的印象就是没有声音 1996年 李登辉连战搭档参选 外界认为 李登辉指定连战接班的意味浓厚 连战是当时的副领导人兼 行政院院长 直接指挥行政团队 配合选举的需求和步调 争取民众的支持 此时的连战副手角色 映然是着眼在下一届的领导人大选 2000年选举 国民党退出连消沛 宋楚瑜瞎着省长气势 瓜分来营票员 鱼翁得力的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 顺利当选台湾领导人 他的副手吕秀莲 上任后不断自嘲是深功怨妇 拼拼高分被对外喊话 让陈水扁形容不堪其扰 忍入而不能负重的话 这个入也可以不用忍 总是重炮轰击 有话直说 吕秀莲有什么意见 对领导人的决策 持反对看法 成为台湾媒体 竞相报道的重点 演办飞闻事件 吕秀莲也被杂志 影射成为幕后爆料者 2008年 台湾政治金融海啸冲击 马英九邀请财政专家 肖万长担任副手 喊出了马上就会好 竞选口号 击败了民进党提名候选人 谢长平 苏贞昌的常昌佩 在马肖佩上任后 选举时被马英九 尊为经济总设计师的肖万长 却罹患费献炎 履因健康因素 退居第二线 2012年国民党 推举副领导人选 肖万长更主动表明 要退隐山林 台湾领导人的副手角色定位 就算不是加分大将 只要不会减分 就能在台湾政坛上 记上一笔攻击 所以说很多人都 以这个副领导人 大家都把他评价说 减分还是加分 这是比较笼统的说法 所以我们要请凤卿来谈一下 说其实从李登辉时代 李登辉自己也是从 副领导人副手的位置 而登上了大位 其实后来的连战 其实李登辉也有 培植他这样子的一个意味 其实连战真的可以 称得上是李登辉刻意培养 那么包括了 他其实担任台湾省主席 然后后来再担任行政院长 这些职务 其实都是很刻意的培养 他从地方到 这个所有台湾的事物里头 他所有的这样子的一个历练 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 其实李登辉对连战的承诺 是比大家所看到的 刻意培养还要多更多的 早在1990年的时候 那时候派这个连战 到台湾省主席担任这个职务之前 其实李登辉许诺连战的 就是行政院长 可是后来他因为他自己 整个国民党内的一些派系 政争的一些严顾 他必须要去启用豪博春 来当行政院院长 所以他等于是对连战 黄牛了一次 可是连战对外 从来没有说过这一件事情 那么反而是有一些企业家 因为私下知道这件事情 私下曾经透露过这样的讯息 后来连战接任行政院长的时候 其实李登辉大概至少说了六次到七次 因为他们身边的人曾经帮我算过说 那么李登辉许诺连战说要把党主席交给他 大概讲了六次到七次 但没有一次真正的交棒过 那么在1996年那一次的大选 其实李登辉跟连战原本说好的是 要连战出来直接选大卫的 而并不是只是搭档副手而已 当时李登辉觉得他想要 功成身退了 但是呢 其实台教的人不愿意放 所以李登辉身边包围了一群 希望他能够继续担任大卫职务的人 所以李登辉后来心动了 就决定继续的选举下去 那这个时候他挑选连战当他的副手 坦白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虽然李登辉对连战黄游很多次 但是连战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 一直扮演着默默在他身边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不过他在当副手的这一段期间 我觉得他是一个最不一样的副手 就是李登辉因为刻意想要 安排他接班 所以给了他非常多的权利 当时我想其实在台湾副手下乡 大概就只能够轻居减从 可是连战的下乡不一样 他身边永远会包围着一群行政官员 这些行政官员都是李登辉指示 要跟着连战 而且派着一些 就是专门主管一些主计 预算的人在旁边 地方有需求连战只要答应了 行政院就要买单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 其实他刻意培养连战这件事情 是毫无疑问的 而且他们两个人过去的交情 其实很深 那么在大学担任教授的时候 其实彼此之间就认识 而且其实相互之间也还有好感 那么我觉得这里面有一段过程还蛮重要的 就是在1996年 当他们两个人搭档顺利成功之后 那么其实对于连战来说 一个副手在兼行政院长是有问题的 当时在业党的抗争也非常的激烈 那但是谁来接这个行政院长呢 其实第一时间李登辉主义的人叫做李远泽 那么他曾经在一次内部会议里头 提到李远泽这个名字 宋楚瑜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这个其实买下了李宋交恶的心结 那么当时连战不但肯定李远泽 而且有意思的是 连战随后在立法院答询的时候 刻意回答了有关于李远泽 该不该接行政院长这个职务的问题 他大力的称赞 李远泽是非常适合的人选 那么虽然最后李远泽没有接行政院长 可是凸显出来连战非常的会观察李登辉的想法 而适时的这个表达了这个意见 就让李登辉更肯定 在他的接班人选当中 连战的地位就远远高于宋楚瑜 那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所以说其实连战在当副手的角色 并不是说所谓的 刚刚创下最先提到 所谓的备位啊 或者是有可能像这个吕秀莲所说 他只是一个泡沫 相对的连战的角色 相对的一个凸显跟重要 其实台湾是因为这样子 台湾的领导人呢 是竞选一次而连任一次 所以惯例上会看到一样 这样一个安排 因为这个位置虽然是被位 但是他参与了所有的大政 是 所以他随时就要准备好 刚刚是开玩笑讲说 假如早上起床 老大身体好就直接睡觉 可是他还叫戒胜恐惧 因为任何一个状况 他可能就要接到大位 是 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状况 就是说第一任呢 往往是选一个老臣谋国 旁边好好咨询的人 第二任往往会是一个 他可能可以培养的 未来的一个接班人 美国也是如此 但是连战在那个时候 等于说是李登辉当时就是 连战是被刻意培养的 那吕秀莲第一次呢 陈水平找来的时候 也是就是选票考量 那第二次是因为 经过很惨烈的斗争 肖万长其实也是有一个安定之用 但是从来就没有说到 第二任的时候 到你这个人的位置 所以连战那个时候 他是在一个第二任 那这第二任呢 根据惯例全世界的惯例都是一样 他是最有可能成为接班人的人 但是连战那时候也很吃亏的 或是什么 就是这种愤积 有时候你很难拿捏 那包含社会上观感 而且那时候呢 又有一个宋楚瑜 刻意的用他省长的关怀 不断的去凸显 所谓连战的什么 他的过去的很多负面形象 就刚刚讲的宋楚瑜 从那次之后 后来包含去了洪西山庄 直接就挑明连战不适合 兼任行政院长 之后那一两年的时间里面 连战了很多负面的 不食人间烟火的富贵的形象 都是宋楚瑜刻意的去强化 而这种强化过程中 就让连战在台湾的社会形象上 受到很大的伤害 所以说连战的副手的形象 其实不仅仅他在副手形象的表现 而是有关于所谓 国民党政治内斗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民进党的时候的状况又如何 民进党呢 是陈水连跟吕秀莲呢 执政了八年 所以吕秀莲对于他自己副手的位置呢 有很多的感受 我们来听一段吕秀莲的看法 有一个很漂亮的办公室啊 那我自己觉得台湾县很小 但是我觉得我知道我怎么样处理 所以忽然当着副手 真觉得好辛苦啊 尊属的周遭环境非常的恶劣 因为我是第一位 第一位总是最倒霉的 像深光念不这样的话 合同在选举的时候选掉 我们请教一下创下 蓝北平衡 蓝女平衡 在最后在陈唐山和他之间 最后选择了吕秀莲 叫做水莲配 那事实上呢 桃园县当时陈水扁的参选里面 桃园县哦 那时候吕秀莲算是桃园县长 其实是陈吕配在桃园县的选票最少 但是吕秀莲上去之后就觉得说 他是前辈 他是长辈 所以他积极的参与 所以在参与的时候还没就任 就接受媒体专访 讲书说 他一直否认说他是深功怨妇 而是说他否认说 不应该把副手变成深功怨妇 然后这深功怨妇就如影随形 他八年 然后上任之后呢 他又惹了一些大麻烦 大麻烦就是他积极想要参与 所以他就常常每天呢 坐无虚席 请很多专家学者 还有一些 其实也有很多我们也蛮熟悉的媒体前辈 十来个人就这样一桌 议论 那议论到最后呢 因为那时候合适的问题 国民党发动了罢免陈水扁 他又急着要脱钩 急着脱钩 所以人出了很多很复杂的问题 那之后呢 他就跟陈水扁呢 就永远的就是相敬如兵 是兵人的兵 所以说我们要来看呢 这一位认为不应该只当深功怨妇的 这个副手 到底跟陈水扁之间 还有在他们执政这八年 他这个副手的位置 有什么精彩的故事 我们稍微回来进一步讨论 走进台湾 带您关心台湾市 台湾政权大解密 我们今天谈的是 台湾的副领导人 到底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其实我们从过去的 几任副领导人的角色里面来看呢 有一位最具特色 那也是台湾第一位的 所谓的女性副领导人 就是吕秀莲 她的话题相当的多 所以我们继续来谈一下 我们请教一下凤馨 这吕秀莲非常的有趣 吕秀莲她当时刚刚创下也说 其实她是比陈水扁还要资深的这个政治人物 她在当选这个副手之后 似乎有很多的方面都希望对陈水扁下指导器 我觉得其实吕秀莲的问题就出在于 她觉得她自己是前辈 那么当初期陈水扁之所以挑吕秀莲来搭档呢 是很精准的一个科学调查 是 经过了民调之后发现她跟吕秀莲搭档 是一个最能够吸引选票的一个处理 所以她的安排不带任何情感成分 不是说她跟吕秀莲之间特别的有这个情感 或者有友谊都不是 坦白说吕秀莲在民进党里头的人缘不好这件事情 是民进党内所公认的 那么可是吕秀莲会觉得说 其实陈水扁能够当选 她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她是大工程 她不只是大工程 很重要的是对于要如何的治理这件事情 她是要远远的超越陈水扁的 所以她总是有许许多多的建议要提供给陈水扁 其实陈水扁对吕秀莲 我觉得有一种不生其饶的感觉 所以最经典的一次例子是 陈水扁要透过一个媒体人 要讲一些话 请她转达给吕秀莲 这媒体人不愿意转达 结果陈水扁还特别跑去跟吕秀莲讲 我请了某某某 讲了一些话给你听 她跟你讲了没有 吕秀莲就气急败坏地跑去找那个人说 陈水扁你叫你跟我讲一些话 你为什么没有跟我说呢 你就可以想象的出来说 陈水扁有很多话 甚至于不敢直接的去讲给吕秀莲听 没想象到他们两个人 吕秀莲是有点惧怕的感觉 是这样子的一个味道 有一点 所以那位媒体前辈的信仰 应该也在我们奥亚卫视里面的节目经常上 对 不过吕秀莲后来就是因为她太多的事情 尤其在那个时候 是触入了民进党里面的深绿的一个愤怒 是就是说她那时候急着想要跟陈水扁切割 在罢免的时候什么罢免正的不应该罢免负的 是这些话都出来之后 然后当然后面呢就有一些操作上 还有一些意外上就出了有名的黑黑事件 说黑黑黑我们就不常谈了 因为背后的故事太复杂 那之后呢 那吕秀莲就变了 陈水扁呢 其实连传话也懒得传了 对 然后呢 陈水扁呢也不敢不猜一下小赛 就是受制于她的各种戒严 不生其劳 这是在第一届的时候就这样子 对对对两千年的时候 那吕秀莲经过黑黑事件之后呢 也再也不敢大张旗鼓的找十来个人 天天的在她的官邸里面吃饭讨论大事 所以她就有点沉闷 沉闷的过程中呢 那时候我们记得去跟她谈的时候呢 她那时候就变成是一个很专业的 台湾的报纸叫正元 她每天呢 几乎她把报纸哦 所有的报纸都留下来 一份一份的仔细看 台湾晚上呢 从八点开始的所有政论节目 她从头到尾看到底 看到深夜 然后看到深夜之后呢 她的报纸看完之后是不能丢 所以她礼拜六礼拜天 还要留下来 包含后面的环宇收期啊 外星人啊 什么八卦 所有的节目在台阶什么她都知道 对 后面呢 但是她还是这么旺盛的情力无从发挥 对 因为那段时间我们其实蛮喜欢跟李秀莲的 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戏称她叫做 台湾自助旅行 自由行的领导人 因为她就常常的就是轻车显从 因为她也不像连载 然后政府官员也没人要理她 就带着 然后就喜欢找记者 告诉我们去看 你看这个龟山岛 你看这个金鱼 所以我们那时候跟着李秀莲 全台湾去旅游了 全台湾旅行 就是每天去旅行 有很多我们没去过的地方 有很多要有入深圳才能进去的地方 是 其实我们那时候其实还蛮喜欢李秀莲的 就是她可以带着我们去认识台湾 所以如果将来路客自游行 其实可以请她倒游 如果她的精力旺盛 真的是可以作证 即便她这样子的到处啪啪糟 可是呢 她每天晚上一定都看争论节目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 偶尔跟她见面的时候 她还可以如鼠将生 说你在什么什么时候 讲过什么什么话 你就知道说她那个时候花了多少心思 在各种的这样的点点滴滴的事情上面 不过呢 在陈水扁跟吕秀莲要卸任的时候呢 陈水扁对吕秀莲还是说出了感性的话 我们来听听陈水扁怎么说吕秀莲的 我要特别感谢李博在农历过年之前 封城扑扑来进行安邦治理 八年来我没听过公开称赞我 受从若定 想想大概还小的时候 我们同事八年 马上就要大家说拜拜 我们看到这个镜头非常的有趣 就是两个感觉到最后还是互动还是不错的 这一点是陈水扁非常擅长的一件事情 他一定会在公开场合 让人们觉得他给了人们留了情分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陈水扁在这一方面的人情周到上面 做的是要比马英九好很多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看板 我们刚刚有提到了 在1996年的时候的国民党是李登辉跟连战 所以我们刚刚也谈到连战副手的角色 在2000年到2008年的时候呢 是陈水扁跟吕秀莲 我们也谈到说吕秀莲这个非常突出的角色 在2008年似乎这个肖万长跟马英九搭配的时候 肖万长似乎又回到比较属于国民党体系 这样子的一个副元首该担任的一个角色 他算是在这三任的这个副领导人当中 相对来讲比较安静的一位 那么其实如果我们讲说副手对于这个选举 有没有加分来讲 其实肖万长对马英九加分是蛮多的 因为当时的整个的情势是台湾希望能够回到经济主軸 那肖万长是在台湾国民党所培养的这种财经官僚当中 真正叫做从基层做起 从一个小科员 然后被这个几位的财经大佬 培养之后呢 然后历任所有的财经的职务 所以他是在财经界里头绝对可以称得上是老兵 是 讲老兵这个字眼就可以看出他那种从基层上来的一个 一个影子存在 那么在肖万长有一个称号叫做微笑老肖 但坦白说 你真的认识肖万长 他其实是苦瓜老肖 他其实并不长笑 那那一次特别经典的是因为台湾跟美国的一次贸易谈判 那么其实当时要开放火鸡肉 那基农是非常非常的生气 那么当时一群基农去抗议 然后他出来接见所有的人 那一颗鸡蛋丢到他的西装 结果他还一直保持着微笑 那一张照片登到了报纸的头版头条 从此成为了微笑老肖的经典 而且他从此官运横同胡摇之上 那么肖万长是一个 既然是行政历练那么丰厚的一个人 他就有一个特色 绝对谨守奋进 这是行政官僚体系里头最重要的一名功课 所以他在每一次给马先生的这个建言的时候 他一定会把这个建言的来龙去没 还有他因此讨论了一些什么事情 给马先生一份 再给行政院一份副本 这就是他的谨守分级 听凤信刚的分析 其实肖万长应该算是一个 非常懂得谨守分级的人 不过在面对2012大选的时候 肖万长却主动的来说出自己的意向 我们来听听肖万长的说法 肖万长难得的开口了 为什么 其实肖万长他曾经在2000年的时候 跟一个联战搭配 后来8年之后才被马英九三顾卯如请出来 但是这8年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说肖万长这8年 当然起起落落之中 他心境确实受到一些臣服 但是后来圣言法师写了一个 很大的五公尺的一个四个大字 清凉自在 所以肖万长其实你说他真正心境 当然很多人用权力去看 但是肖万长你那时候去看他的时候 他每天就坐在清凉自在 这四个字下面 所以他对于很多政治人物在追逐的事情 以他这8年的修念 圣言法师的开示 他是可以看得比较透一点 所以说很多人都说副手难为 无论是虚位也好 或者是你长有实权 很多人都说伴君如伴虎 这些当过副手的人应该心中最懂的这些字位了 和亲台湾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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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